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上空虹 你干什么 我刚已经叫我爸带了张家 所有家庭都过来了 我就不信凭你们几个人 还能缴了我整个张家 还不快送了吗 现在人说道歉的话 也许还给你留个全尸 该道歉的人是你们 你们吃粮食先是个人渣 还护着他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丘之河 蛇鼠一窝 什么 我 我这就回去 我刘家真的破产了 滚吧 你爸不是喊你回去吗 既然真的破产 难道他的身份真不简单 我还是先走吧 看来你是八经上什么人了 还有胆子来闹事 八经上什么人 一定不是张家的对手 你干什么 我爸已经带了过来了 我没收拾你 你还不赶紧去烧高香 在里面 跟我叫嚣 就撕烂你的嘴 或许 或许不能是彼此根本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成长这种滋味 哎呀 放 你先把你的手打断才好操作 金牛 给我掰断他的胳膊 是 放 小官皇 你不得好死 变态 你这个变态 当初他也是对我硬生生殴打 让我全身骨头全断 推下山坡 我这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怎么弄死你 梁世贤 看看你做的好事 梁世贤 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皇上我一心托付于你 对你百般合乎 你攀上高枕之后 金牛置我于死地 梁世贤 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只是想安心娶你 你的幸福 就要践踏着别的身体 才能得到吗 你凭什么能伤害我 梁世贤 你这个臣世美 安错了高枕 我们要让你一辈子 生活在对我的忏悔中 没有忏悔的话 那就恐惧好了 小官皇 我错了 小官皇 金牛 扎下他的眼睛 打烂他的嘴 我早就说过 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要血债血长 你又是活得好好的 我下半辈子 都不能安身 小官皇 我真的只有错 兄弟 你原谅我吧 入手 我爸来了 这下你们可真死定了 你快救我 救你 他是来给你们送棺材的 你 怕 不是让你多带些人吗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闭嘴 跪下 你干什么 我让你跪下 天 这个女人大闹我的婚礼 还把事情折磨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 闭嘴 都怪我平时属于管调 以至于他们两个蠢货 祝勇蒙了心 一直包庇梁士贤 真是对不住了 我本意是想让他们睁开眼睛 看看梁士贤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想到他们竟然执迷不悟 处处跟我作对 是是是 您说的是 我这就把他们两个带走 梁士贤 随您组织 爸 你不能不管我 我可是你女婿 是啊 爸 这帝都除了黄古店 还有什么人的身份 是我们张家惹不起的 你不能讲他人自己 灭自己为父啊 赶紧教训他吧 你当初残害我 就是为了拍照张家这高枝 今天 我却让你看看 这高枝 我也让你摔得多惨 梁士贤 今天的局面 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人家找你偿命 也是天经地义 你休想 让我们张家坐垫背的 哼 算你实相 爸 不管怎么说梁士贤 也是我们张家的人呢 就算他有错 也容我的外人来 指手画脚啊 更何况 他还没有把我们张家 放在眼里啊 爸 他是什么人 我最清楚的 他就是一个 贫民工抽打工的 爸 千万别被他们 这些混人的架势给骗了 这些人肯定是他孤的 你让我叫真正 是我就送你死吗 张东盛 我们张家可是一流的家族 可是帝族的天 现在被一个臭女人踩在脚底下碾压了 你身为张家的蒋全人 屁都不敢放一个 放个屎 不要啊 哥 嘉西 救我 真是罪毒富人心 你根本不配做张家的蒋门人 你个老东西赶紧退位上闲吧 张家丢的脸 我张旗讨回来 张旗 他的身份可不是我们张家惹得起来 你今天要是动了他 张家就毁了 那可是 张东盛 你个脑肿 爸 你疯了 你个狗东西 才是让我们张家陷入如此境内的罪魁祸首 他任您处置 如果张旗和张家心谁敢阻拦的话 我就把他们逐出张家 任您处置 好 金牛 木椒 火蛇 把梁世贤给我拖到黄武殿的山坡上 我要让他好好尝尝 我曾经受过的痛苦 你们觉得憋屈 找我算证 那我当初受尽屈辱 命都差点没了 找他报仇就不行了 我 我今天能够好好地活着站在这 不是因为他梁世贤没我恶毒 而是因为我上官皇 命不该绝 往往是我心有不甘 特派我来向他索命 把心肠歹毒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我看你真是无法无天了 言妄不收你 我张旗来收 把他给我带走 我倒要看看 你心胸有多宽广 我要是残害了你 你会不会像我一样 心生怨念 是要报仇 你 当然 如果你还有命活的话 带走 不行啊 爸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上官皇就是皇武殿债皇 你让我说什么 什么 这不可能 你不是说 你张家除了皇武殿的人 谁都不敢动吗 你这个蠢脑子就没想过 能让你父亲都忌惮的人 真是皇武殿的人呢 你 事前说你是贫民窟来的穷鬼 你怎么可能是战皇 他梁世贤根本就是畜生 如果没有操天恨义 我怎么会来大闹婚礼 是要置他于死地 你这个蠢货 可是一直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我不信 张东生这个老糊涂信你 我可不信 不非法 你过来弄死他 他现在手下都不在 你不用怕他 我 我不行啊 我只是一个仆人 你还是找别人吧 是你 那天救我的人 你救了他 原来避魁握手是你呀 你要是不救他 哪有今天这队破身 老娘今天先拿你开刀 再收拾他 张东生你找死 看了 皇后殿活得晚 真的还参加我的婚礼了 可是 是